很多都喜欢在手机上做一些设计 例如设计自己的YouTube缩图 设计下海报等等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都需要去除掉照片的背景 今天之前我也教你 如果使用Cam App 一分钟去除掉照片的背景 非常方便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朋友,我是Gayson 如果想通过YouTube频道 在网上导致自己个人品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是完全免费的 在底下描述完 也有很多进YouTube频道使用工具 首先如果你手机里面 还没安装Cam App 你需要先下载Cam App 在你下载好之后 你就可以打开Cam App 现在显示的就是Cam App的首页 它的首页就是和Canva电脑端一样 会有很多的模板跟你选择 例如有Instagram Post的模板 Instagram Stories模板 还有一些海报模板 还有一些照片的模板 在这最上面 就可以让你选择创建一些空白的文档 今天我就选择Instagram贴文的模板 然后可以创建空白的文档 像我就进入到空白文档 我可以导入我的照片 例如像我导入了这张图片 我需要去图掉这张图片的背景 我选了这张图片 然后在底下找到效果 这里面第一个效果就是 去图照片的背景 下面就可以看到 Cam App已经快速的帮我去图掉 这张照片的背景 这里面要提醒大家 Cam App的去图照片背景功能 需要你生意到Cam App Pro才能够使用 如果想体验一下这个功能 可以使用我评论区的链接 就免费使用30点Cam App Pro 就使用了一下去图照片背景的功能 这个时候我可以进行一些创意的操作 例如说我更换它的背景 例如我选择左下角加号 在这边搜索森林的图片 例如我选择这张照片 然后把它放大 然后把它往后移 选择位置 选择往后 然后我可以移动这人物的位置 像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把刚才的照片更换一个背景 你也可以根据你的要求 做出更多的创意 在你设计完之后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下载 Cam App的照片去图背景的功能 是非常方便的 简单并且快速 不像是你使用Photoshop 需要你有很多的步骤 如果你还想了解 更多关于Cam App的教程 可以去看我这些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 如果你还想了解 更多关于Cam App的内容 欢迎对我频道 如果你想要有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IG 在底下描述栏 也有很多静音乐频道使用工具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